我提出一个倡议啊 那么是对于 辩证唯物主义者 或者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倡议啊 历史唯物主义者就是 以行动 以行动推动 这个 社会态势形式 往这个 往这个社会主义的方向去发展 一切实的行动 切实的涉及 钱 权 人 人生道路抉择 在这些 关于钱 大笔金钱 对于你本人来说大笔金钱 权 重力 重要的权力和权力 依附关系 人 亲朋好友 你的 亲近的或者说 和你有合作关系的人 在这些方面 以切实的行动 去引导 他也是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 历史文物主义者 我向你们提出一个倡议 那么你这样的人 那我们不说是 我们不以其他的符号来论 不以其他符号来论 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呢 他 我们在这里定义是 经典马克思意义上的 Classic Marxist Marxism 经典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好吧 那我们的倡议就是说 与 哦 其实是很简单的 与见证乐子人割席啊 断绝 断绝思想交流和立场交流 断绝思想和立场上的交流 见证乐子人在 立场上 在政治讨论上割席啊 那么 主要的方式有 如果你是在一些讨论群组里面 呃 在一些讨论群组当中 我们要严肃一些 就是说这种见证乐子人呢 他的 享乐性 他的享乐性啊 他的 见证乐子人的享乐性 呃 体现在 在 这几点啊 呃 没有行动现实 呃 但是 偏好呼喊口号 偏好呼喊口号 第二个 拉帮结派党同伐义啊 拉帮结派党同伐义啊 拉帮结派 这个虚幻的共同体 这个虚幻的共同体 没有任何 现实行动 纽带 第3点 第3点是他 有病理化的症状 病理化 倒错 病理化 倒错 他仅以这种享乐 就是 这种享乐性就会 体现为几种 自居啊 自居为他自己的 他是个悲剧性英雄 悲剧性的啊 或者说一个牺牲者 他会产生这种病理化 倒错的这种乐子人 他 感到自己的 痛苦 创伤和失败 让他有资格 只要他痛苦了 或者说他引起别人的痛苦了 啊 或者说他让别人去毁灭了 有一种 有一种 自毁或者说 呃 唆使 唆使 他人会比较 唆使他人去牺牲的 他就 能看到看到 伟大看到希望 看到 奇迹降临 那么他有一个病理化倒错 这是个碍遇层面的 碍遇和一个 想象性认同的一个层面 那同样和这个虚幻共同体 虚幻共同体的话是 想象他 毫无凭据的 无任何凭据的 想象他属于一个虚幻共同体 没有任何凭据的 没有任何凭据的他 要必须要有现实行动利益纽带 他们的拉帮结派党同伐义呢 是不具有任何凭据的拉帮结派党同伐义 你只依靠 字符 图像 虚拟的字符图像 虚拟字符图像 这个第2点我就不说了 那么最后是第4点 他的享乐性 还 最终要体现在他 有一个持续的 骚扰他人 持续的想要吸引目光 持续的要被注视 被注视 这种持续的吸引目光被注视啊 他甚至会 发展为一种冲塔欲 冲塔欲 过剩的暴露欲 暴露欲 过剩的 他们就是 所有酝酿的前戏都只是要推动讨论氛围 也可以让他说出非常肮脏的 糟糕的 非常 就是 极端的话语出来 冲塔欲暴露欲 发表一些极端话语 极端话语本身 他并不是说 这些极端话语本身 他们并不会去实践 如果他们真的去实践 立即报警 如果他们真的去做的话 你掌握到任何信息 关键信息 说他们真的要去做的话 立即报警 但是他们绝大部分这些 见证的则人 他的极端话也是用来吸引目光的 你就这叫做 录音匹 录音匹 就是 激进话语的录音匹 我希望你们在一些讨论群组中作为 辩证唯物主义者或者历史唯物主义者能发起动意 如果你自己是群组 那么这样的人群可以就是踢出 踢出 管理员的话 可以合议就也是踢出了 就是我我提出来就是说我自己群里美国里面发现这种见证乐的人直接踢掉 直接踢掉没有禁言的空间不需要禁言啊 那如果说是班级 你是一个班级或者说是个单单位里面的一群 平时讨论一些这种事项的 那的歌曲方式就是说 不再与其进行任何的 立场性的政治性对话 拒绝立场性政治性对话 拒绝参与 或者说 如果你是一些读书小组学习小组的话 那么这种人就可以就是排除掉 踢出掉 踢出掉 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参与者的话 你已经是个参与者 你可以要求主持者把这样的人踢出去 如果不踢出你参与者自己离开 自己离开 这叫做 不参与他们 不和他们停留在讨论群组当中 任何讨论群组当中 就是歌席 如果他强迫要跟你讨论就是拉黑 所以他们就没有任何 可以说的 也就是说 这些人呢 我们 目前 采取的是这种孤立政策 孤立啊 孤立的一个主张 我提出的要求 我再 请你 重新回到视频开头 我这个倡议的对象 倡议的一个对象 你不是这种人的话 我的倡议永远对你是无效的 你不是这样一种人 我的倡议对你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我的倡议提倡和建议 这不是命令 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关系 我没有资格命令你 那只是一个倡议 为什么要远离这样的人呢 因为就目前局势来来看呢 他们有一个 尤其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进入社会之后的无根化 使得他们的收买成本非常低 收买成本极低 他们很容易 就这类的年轻人啊 我们家的就是 他在互联网上 惯以 以见证乐子人自居啊 惯以见证乐子人自居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见证乐子人的这个 频繁标准我前面讲了四条 我甚至 其实潜在的 如果他的症状比较轻微啊 症状比较轻微 就是那四条里面 符合任意一条 符合任意一条啊 你都可以对其进行一个劝诫 和引导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就不要管他 劝诫和引导 如果失败就不管他 就放弃 因为 对其欠诫和引导 仅限 仅限 一次谈话 不要浪费时间和生命啊 仅限一次谈话 只需要引导一次 引导一次不成功就拉黑山 山好友就鼓得败 或者你自己退主 他如果说在那里面要求群主把他提掉 他不提你就走人 没有必要在那种共同体道中停留 仅限一次谈话 只有一次谈话 这一次谈话 我甚至可以精确的 你费的口舌不超过半个小时 不超过十分钟 你和他的交流 不要超过十分钟 超过十分钟就浪费生命了 不超过十分钟 不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来回 那么吵的 不超过十分钟 你引导不了 你按照你的能力 来来个三五个回合的谈话 引导不了 那就goodbye 那就再见 那就再见 引导方式主要是 揭露 揭露 揭露真正的主要矛盾 还有一个 揭露 意识形态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 还有一个就是揭露其 本身的无根性的来源 他本身的无根性是被谁生产出来的 他的无根状态 导致他跌入这个意识形态的俘获机制 那这个无根性是被什么力量生产出来的 只谈这三点就行了 只谈这三点 只谈这三点 只谈这三点不超过十分钟 谈一次谈话 劝不回来就再见 劝不回来就再见 明白吗 这四条里面 只要符合了一条的 这四条里面只要符合了一条 这样的年轻人目前 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很很容易无根 限于无根状态 无根状态的话 很容易被俘获 被意识来俘获 他说买成本极低 他只要一些 自媒体或者说一些 心怀剖色的一些 势力力量 用一些 些微的共同体想象的一些画面 就能够去俘获他们 在我看来 他们的极端化应当是一个 就是 我们的力量非常渺小 我没有能力去 就是 我们 我没有能力去扭转 好 那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的倡议主要是孤立 孤立主张 孤立主张 不来往 然后 勤于自保 勤于自我保护 勤于切割 他们的极端言论和一些 这种挑衅性的表现 那就立刻就 不来往 甚至说不回忆 没有必要回忆 You don't have to apply them You don't have to apply them They are the irrationality of history but not a constant one 啊 impulsing one 他们的这个非理性性呢 实际上是 这个 Irationality 他们实际上是历史的非理性 非理性性啊 Irationality 但是这个非理性性 实际上 在他们本能作为一个无根化的这些人 是他们的理性化的救命稻草 是他们的理性的救命稻草 这个这个理性化是 小资产阶级上理性化 小资产阶级理性化 这个理性化就是成为小资产阶级个体 小资产阶级个体化的那种理性化 他的理性就算计 算计自己最大利益 攀附一个 呃 就是 喧闹的一个 标柄的 这么一个共同体的这么 一个气焰 他去攀附一种气焰 然后以此为乐 以此享乐 就是 这种理性化 他 要保证 最低收益就是他的快乐 他的最低收益是 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 是他自己炸自己的 最低收益是一种 是一种享乐 是一种享乐啊 而且是一种认同性的享乐 他认为在这个享乐的过程当中 他实现了一个认同 认同一个他所幻想的共同体 让他免于感到被孤立 害怕被孤立啊 免于感到自己是无根的被甩出的 被甩出的 懂了吗 小布尔乔雅的 他通过这种想 认同性的享乐 他 始终觉得自己还在一个增值序列里面的 还在那个 共同体的那个符号所代表的一个 一个 增值队伍里面 哎我只要继续保持在这个增值队伍里面 我总会这个涨我一块涨 这个变变好 我一块变好 这个变牛逼 这个赚的多了 我一块我可以吃到里面的利益 所以这种非理性性呢 他是由这种 小的依附性攀附性 认同性享乐性的这种 这种理性作为他的内核的 但他表现为非理性性 因为他是他归根结底 他是无根性的一个表现 他是随意可以被收买了 免费的廉价的 廉价到近乎免费的 他收买成本极低 但是却可以让他们 呃卖出最贵的东西 他会出卖出卖的是灵魂 收买成本很很低 甚至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他得到最低收益那一点点享乐 是他自己的压抑 是他自己压抑的享乐之 是揭开一点点盖子而已 你是用他们自己的享乐 在收买他们的灵魂 这些人呢就是说 呃当做做成这笔交易的时候 当在这种见证活动当中 感受到这种轻微的乐子的时候 我跟他描述了四个分支 他通通都会重新有病理化 极端化 惹得凝视共同的幻想 没有真正行动 这四个四个要点 都会 啊都会生长出来 都会生长出来 他们这个行动的这个 就是他们为什么 表面上他是见证乐子人 他没有真正的行动 因为那个 大规模 大规模收买他们的势力 我说了他们的无行动性 是 这些人的无行动状态啊 他们的无行动性 见证性 无行动性 是因为他们还具有最低限度的理性 就是算计自己的私利 所以他卡住了 但是呢 如果大规模收买他们的那个 极端力量 大规模收买他们的极端力量 开始有行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 批量 接收这个大规模收买者的 呃 行动信号 行动符号 就会去做事情 他们的无行动性 并不是真正的无行动性 而是他们的 他们处在一个 一种吗 他们处在一个就是自己内斗的一个状态 他自己内在的没有行动的 那就 但是外部影响他去行动是很容易的 外部大规模收买者 或者说真正去 现实的具体的扮演一个 现实的具体的去扮演这么一个 他所幻想出来的这么一个 共同体 增值性的 他认同性享乐 可以 我参与进去 我就可以增值 我就可以 占到好处 占到便宜的 当这个收买者 现实的扮演出这么一个 共同体的一个 一个态势的时候 一个样子的时候 他为了去追求这种增值 为了去占这个便宜 搭这个便车 他们就是说搭便车性质的 为了去搭这个便车 他的无行动性 一下子就会变成行动性的 极廉价的被收买性 极便宜 就极贱的被收买性 就很便宜就可以买 因为他们自己想搭便车 他一直幻想有个共同体 可以搭便车 那么这个 这些人呢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可以说 他们是一个 正在极端化的 正在极端化的 化的这个 proto 原始的民粹主义者 原始的民粹主义者 我们说这种民粹局内核 它是小镇的一级 小镇的一级 在一个 一个这种 这种 舆论 舆论 舆论性的 政治 吵嚷当中的一个反应 一个反应 这种吵嚷啊 但他真的就是 觉得有便宜的时候 他们这个行动 他们这种异域行动性呢 其实和那种老头老太 被那个什么 送鸡蛋的 那个一呼又过去 那就差不多 是很容易的 非常容易的 非常便宜的 非常便宜 所以出于这种 他们被收买的廉价性 但是又考虑到 我们是匮乏 我们没钱 我们作为历史 维吾主义者 我们目前是力量落小的 我们力量落小 所以他们的收买 很廉价 要避免这些家伙呢 被收买 然后混入我们的队伍 来对我们造成损害的 唯一方式就是 目前啊 就是鼓励 目前就是切割 目前就是隔绝 目前就是隔绝 他们很容易被收买 他们很容易被收买 非常容易被收买 因此他们不具有 任何的可靠 就是没有可靠性啊 没有可靠性可言 他们有极强的 投机性 但是这个投机性 看上去是某种 固着的忠诚 你看上去 他好像是固着的忠诚状态 忠诚 一直忠诚 他想象的幻想的一个共同体 那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投啊 他一直在在 他是个赌徒 他已经投了好多的爱欲进去了 他不敢于背叛他自己 懂了吗 他的投机性 伪装成一个 他的一个固执的一个坚定性 他没有坚定性 他其实没有坚定性可言 因为他的投机性 目前目前 我说了 他是自己在收买他自己 目前这些人 他的投机 只投他自己的剩余爱欲 他自己剩下来的那一丁点的爱欲 剩余爱欲 剩余爱欲其实 不是一种爱欲 就是压抑的另外一个形态 压抑的不完整性 剩余爱欲 并不意味着他真正爱什么 他为什么会有快感 所以我不把它叫剩余快感 我喜欢把它叫做一种剩余的爱欲 剩余的爱欲 他是被压抑 压抑本身 这个压抑本身会留一点点给他来实现这种压抑 这留的一点点 他就会自己投在一个虚幻共同体的想象上面 然后又想象这个虚幻共同体的这个认同 是会会涨的会涨价的 我操会自动的会增值的 这个资本人幻想 这种投机性呢 他往往就是因为他的爱欲 一贯的投注在这符号上面 形成一个自恋固着 他实际上他当然也有自恋了 他不仅是不仅投射一个共同体的 他也投射一个自恋的 想象性的防御性的外壳 这就体现在一些 就是这就体现在 他就开香槟啊 他喜欢说开香槟 香槟是个消费主义 开香槟是个消费主义行动 浪费性的 但是他他幻想 他认同的共同体 又是一个道德严酷主义的 又是一个极端的一种 艰苦补术的 那他会形成这样的反差路 他的自恋性外壳 和他的共同体幻想的两壳之间有差异 这个这个你你会看到啊 这是他的投机性 他保留的投机性 是这些人 他保留的投机性 所以这个投机性看上去是个 固着的一个忠诚 一个坚定的一个忠诚的 但是但实质上 他们没有任何可靠性 没有任何可靠性 这些人的无根状态 使得他们往往只有 只愿意 只只他想占便宜嘛 只想投入一种一厢情愿的 一种渴望热忱的一种一种爱遇 他不会投一分钱 他可能会跟消费主义河流买一些产品 这些产品上带有他所幻想的共同体符号 但实际上 这个钱 他也会算计 他会保留自恋性的外壳 这些人没有任何可靠性可见 然后极易被收买 这个收买甚至说 不是用钱也不是用什么来收买 收买只是你只要用一个 一个比较在他们认为很靠谱的 就打一些旗号 一些主张 一些或者一些大人物站台 就很容易去带动 煽动他们 或者说秘密的去引起他们的这个 深入进去 打入内部啊 就干干这种事情 所以这些家伙呢 我们我们我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要勤于识别 我们要勤于识别 勤于识别 然后 敢于驱逐啊 立刻驱逐 勤于识别敢于驱逐 然后要要 就是目前目前这家伙就 就是 你在你比如说你 你有三个朋友跟你一块读读书的 一起读书的 你发现其中一个人特别乐成这个 那就劝 我说了 劝十分钟 写 劝不回来 就踢掉 就不 把这踢掉呀 不要不要让他这个参与你们的活动了 you understand 孤立他 隔绝他 这没有任何可怜可言的 这有什么好可怜的 我们是非常 我说的很清楚了 我们在这里说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因为这个标准 如果要可怜的话 那太多人要被可怜了 我们只不过说是隔绝他而已 把他踢掉而已 不让他参与我们自己的活动而已 就这些家伙呢 是 呃 在任何 层面上都得不到我们 所追求的共同体价值的 共同价值的那个认可的 他们是得不到 得不到任何 我们所追求的 共同价值的认可的 得不到任何 四个特点 消极无形动性 这个无形动 第一个无形动性 其实就是一收买 无形动性反而是可 非常容易被收买的 这个规则我已经讲过了 易收买 第二个 他的幻想共同体啊 他会有幻想共同体 喜欢拉帮杰派的幻想共同体 第三个 这些都是违背我们辩证 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则的 倒错 最后一个 是他的 你说他是极端了 他有个极端化 但是这个表演的极端性 表演 表演的极端性 这四个都违背我们的 都违背我们的原则的 违背我们的原则 倒错违背我们的伦理原则 表演的极端性 违背我们的 有点我们的生命线 他违背我们的生命线 他幻想的共同体 更不要说了 更不要说了 他违背我们的现实的 违背我们的辩证 违物主义本身 违背我们的社会现实 就是背叛 背叛社会现实 背叛社会现实 就是 就是 实是 就是背叛 辩证违物主义 就这么简单 这个 就是 就这四点 这四点的乐字人 见证乐字人 那就是说 你 某一个发展到极端 那就召回一派 发展到极端 这召回一派 他有各式各样的 这种极端的 明白吗 如果这四点 有发展到极端的 那基本上 他其他都会有 有一个发展到极端 他其他都会有 其他都会有 明白吗 you understand 他的无形动性 就是说 这些东西一旦去行动 遭遇现实的阻力 立刻这些梦 就会破灭的 就会幻灭的 只要到现实当中 那你如果他真的 去非怕行动的话 那直接去报警 直接抓起来 他是得不到 我们所追求的 共同极价值的 一个认可的 得不到丝毫的 所以就是说 情与识别 敢于屈主 要立即 和他们割洗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他们没有资格 就是说 我在强调 我是给我们的 我们的 共同理念的行动者 提出的倡议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不值得团结 我们的抽参 这些人不值得团结 不值得被团结 不值得被团结 更绝不可 吸收 绝不可吸纳 绝不可引以为同伴 绝对不能 这个叫做速获之道也 此速获之道也 这叫速获之道 明白了 一定一定要 情与识别 敢于屈主 要和这些 这些家伙 这种劣根性 就是说 就是说 他克服也好 不克服也好 就是说 一定一定 不与之为伍 一定一定 不与之为伍 你觉得 是我就是 双拉黑哦 双拉黑 他如果骚扰的话 那就是直接报警了 这样的人 你说我妖魔化他们 我没有妖魔化他们 我只是说 提一个行动倡议 我要魔化他们 什么呢 他如果现实的 不去 将来不被收买 那当然是好事 不被收买 做极端行为 那当然是好事 但是我只是 不对他们 有任何的指望 没有任何指望 对于他们 既然没有任何指望的话 你为什么要和他们连 我就是没有必要和他们 领原性你知道吗 因为由于是非常清醒的事 对他们没有任何指望 他在他的那个 共同体认同和自我认同 自我伦理道德 政治使命的认同上 都为那么一丁点的 为了一丁点的快感 都能够背叛他的 现实的批判性啊 现实批判性 现实的批判性 为了那一丁点的快感 背叛其现实批判性的 就是说 然后他还 一丁点快感 以及他那个 小布尔乔亚共同体 幻想共同体 一个增值性的 增值性的一个渴望 增值性的一个算计 对于他们就是说 不要有任何的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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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的指望 我再强调一遍 我反复强调一遍 不要抱有幻想 你对这些人抱有幻想 或者说对于这样一个 你自己抱有幻想 都是很 你注定你要吃到苦果 吃到你的悲剧 吃到你的痛苦的 不要有没有任何的幻想 那就讲到这边 那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强调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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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对现实的 眼前和长远的 一个社会关系的一个总趋势 去通过行动 加以一个调整 影响 要通过行动 加以一个调整 对于这个态势 进行一个调整和影响 以这种方式来追求 变成维吾主义理想的 叫做历史维吾主义者 不应当与这些人维吾 这是我的倡议 不应当与这种人 与这种人维吾 他们当中的规模较大的 已经不仅仅是小子人 已经就是说 不仅仅是想要虚幻的 成为小子人 他们当中规模较大 有一些规模较大的 已经规模较大的 已经开始吃上这样的 这种民粹饭的 已经吃上民粹饭的一些 一些这个自媒体 我们就是说 我们目前冷眼旁观就可以了 然后与这样的 也是绝对割席的 与里面的人物 也绝对是割席的 绝对是割席的 与这样的人物是绝对割席的 绝对割席的 我们在问 你有没有给谁写过什么稿子 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是怎么样 三句话不同 这个饭你们你们你们先吃吧 我我走了 这么一个态度 晚上不聊了不聊了 我家里有点事 肚子弹了不好意思 绝对割席 就讲到这里好吧 嗯